偷油的老鼠你肯定见过 但偷电的老鼠你听说过吗 这位印度小哥是一名电工 凭借一把祖传的老虎钱和一口好牙 在电火交替的一瞬间 方圆一公里的片区就都来了电 他也凭借这一神操作 被当地人称为切格瓦拉尊者 再看看这错综复杂的电线 除了他没人能干得了这活 他叫特林普 凭借一手电工绝活在当地混得风生水起 他的职业名叫公有电路一行嫁接工程师 人称电老鼠 你可别小瞧他 他在当地可是非常受尊敬的 不仅是因为他偷电的绝活 更重要的是售后保障 就算上头有人来查 他也能在被强制断电的一天后 重新将电路嫁接成功 这里是印度的坎普二世 这座城市拥有近300万的人口 但停电却是这里的生活常态 住宅学校商场停电 都可以理解 可医院也停电 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正在做手术的患者 估计心都得凉半截 而为了对抗停电带来的不便 当地居民也练就了很多厉害的功夫 无论男女老少 甚至留守家庭的妇女 面对各种电路电器 都能信手拥来 就连本地的大马猴都能来一段电线杂爽 而这一路功夫 虽然人人都会 但技术精湛的却寥寥无几 面对漏电爆燃的变压器 很多年轻的从业者甚至选择直接浇水 这一绳操作就连老司机特领普都叹为观止 真是在鬼门关前散步 阎罗眼下调皮啊 早在2012年的7月份 印度就曾发生过一次最为严重的全国性停电事件 波及到了6.7亿人 也就是说全国有一半的人都遭遇了停电 包括首都新德里 不仅住宅学校商场停电 就连地铁工厂医院也都未能幸免遇难 但神奇的是 在较为落后的坎普尔市 以特领普为首的电老鼠们却撑起了一片天 他们凭借出色的公有电路异形嫁接技术 以及一把组传的老虎钱和一口好牙 穿梭在这片错综复杂的电网之中 成为了当地名副其实的光明守护者 当谈到他能散过鬼门关而不入的独家密集时 特领普这样说道 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 这可不能随便模仿 这一招危险系数很高 咱们普通人就别试了 可能有人会问 为什么印度人就算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去偷电呢 这里面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个是印度人口众多 用电量较大 再加上基础建设也有待提升 电能的存储和传输设备老化严重 甚至很多变压器并临报废还仍在使用 其实印度的发电量并不差 据统计2020年的年发电量就有1.6亿度 高居世界前三 而且电费也不算贵 也就三毛一度电 但就是由于设备老化严重 传输的过程就把电能损耗了五分之一 所以才出现了缺电的现象 另一个原因就是印度的种姓制度 据统计印度高种姓婆罗门占比仅有5% 中等种姓也仅占比30% 而大部分都是低种姓的居民 有的人出生就在天堂 而有的人出生就在草堂 就算电能有富裕 也会优先提供给高种姓的人群 有条件的家庭会自备蓄电池 等停电的时候备用 而没条件的家庭就只能穷到点蜡烛 所以在民众的眼里 解决供电最好的方式就是偷电 从而也催生出了诸如特林普这样的专业偷电人 面对如此嚣张的偷电行业 有关部门也是非常头疼 据统计300万人口的坎普尔市 登记在案的用电户数只有50万人 也就是说有近250万人存在偷电的行为 一年的电量亏损就高达200亿卢布 相当于17亿人民币 上头虽然很苦恼 但民众却表现得很从容 他们认为电是神给的 又不是电力局给的 神给的恩赐我凭什么要付费呢 为了解决偷电问题 上头下派离位御史钦差 他叫萨瓦迪 是一位雷厉风行的女领导 新官上任三把火 萨瓦迪刚上台就隆重召开了发布会 不仅给官员下达了死命令 而且还通过广播等渠道 号召民众主动上交电费 值得一提的是 萨瓦迪还成立了特别行动小组 走街串巷例行检查 遇到偷电的行为 就将其登记在侧进行警告 但意想不到的是 这一排查居然有重大发现 许多高种线的家庭 甚至政府官员也存在偷电行为 纠差电力局的内部人员也参与进来了 萨瓦迪听闻后勃然大怒 强制停掉了部分村庄的宫殿 但以特林普为首的偷电人 却丝毫不慌 这边刚拉闸断电 那边就重新接上了新的电路 正所谓你有张良机 我有过墙梯 甚至面对萨瓦迪的强制措施 特林普还这样说道 面对如此猖狂的偷电现象 印度官员究竟该如何应对呢 女领导萨瓦迪也很头疼 如果不采取措施 高额的电费就收不上来 但如果采取很强硬的措施 又容易激化矛盾 前段时间 电力局的几名官员 就因为上门收缴电费 被乱棍打了出来 在采访中他这样说道 其实民众的心里也颇有怨言 他们认为之所以停电 跟某些官员的不作为有很大的关系 变压器故障以及电路老化的时候 官员们都唯唯诺诺不处理 等到收电费的时候 却一个比一个勤快 如果没有像特林普这样的嫁接工程师 根本通不上电 官员和民众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很多民众还通过游行等方式 叫嚣萨瓦迪下台 更让人诧异的是 官员内部也出现了矛盾 他叫萨达姆 在开会期间 当着记者的面 就跟萨瓦迪激行立场对峙 本着为民着想的原则 斥责萨瓦迪的处事不公 一番正义盎然的演讲过后 萨达姆赢得了更多的选票 而萨瓦迪也只能被迫下台 萨达姆上台后 很快就开放了所有村庄的宫殿总闸 而无需再忍受殿荒的居民 也一时陷入到了欢呼雀跃之中 再歌再舞欢迎萨达姆的到来 但作为老司机的偷电人特林普 早已看穿了官员之间的把戏 看似在为民牟利 实则只是为自己的官场上位 做做表面文章而已 果不其然 全民通电的过程 才持续了不到一周 大面积的停电又开始了 特林普又得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靠着一把祖传的老虎钱和一口好牙 继续穿梭在他精心编制的电网之中 上面的领导走走停停 但下面的居民却一点没变 久而久之 这也就成为了一种常态 这仿佛就是一个死循环 没人缴电费 就没钱搞基建 做不好基建 无法带动经济 就更没人缴纳电费 无解 喜欢本视频就请点赞关注 牛太长带你见识更大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